我現在買的這個血壓劑是上壁式的裡面最貴的 那它是德國製的 然後他說它是電子式加上水銀式兩者的 那我就不懂是什麼 它上面是有這樣的標榜 沒有,它應該是說它是不是還有兩種方式 有一個什麼聽筒可以讓你去聽 沒有,它完全是你看我們是沒有聽筒嘛 就是看起來外型跟其他的是完全一樣 但是它的DM上面就是標榜 它是水銀式加上數位式的電子式的兩種的處理 那到底兩種怎麼處理 這個我就不清楚 OK,好,沒關係,因為只有德國的這個是這樣 那其他的型號全部都只是電子式這樣 那這個是標榜是電子加水銀的原理去構成它的這個血壓 你看看媽媽現在頭 媽媽你頭可以放下去哦 但是有一點會它自己會翹起來 好,來 嗯 那習慣性的頭會起來 但是你不要因為它起來 其實如果像這樣媽媽喔 我寧可啦 讓它感覺有貼 但是每次都要比它貼的還少一點點 嗯哼 我去那個那個蒸氣室 去蒸氣室做運動 然後我就讓它躺著 那躺著它的脖子就翹起來 嗯哼 但是我就沒關係 他翹起來 我就讓它 我就 翹著慢慢它這樣會放鬆 我就讓它盡量 我就 因為那時候它已經做了 已經游過泳了 然後就是 嗯 也做過SPA了 所以它的肌肉是比較放鬆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慢慢慢慢 我慢慢跟它 嗯 做它都可以 慢慢放鬆 然後貼到 貼到椅子上 對 幾乎都可以 我記得那時候都可以的 其實它也是可以 因為你越不拉 這樣子慢慢往下拉 嗯 它這個肌肉已經變短了 嗯 就像那個 我以前看過一個數據 英國人調查的啦 嗯嗯 女孩子超高分血有沒有 嗯 然後一天穿過八個小時 嗯哼 大概兩年到兩年以上啊 它的肌肉會平均啊 嗯哼 不是絕對 平均會短了 那個十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二十四公分的人有沒有 嗯哼 它會短大概那個兩公分 嗯哼 然後它腳變說傳蒼鋼 以前它腳 腳跟著不著地 嗯哼 你看它後面的那個小腿有沒有 嗯哼 小腿肚變短 嗯哼 其實家媽媽有點 我覺得它又有類似這樣的 微微的現象就說 它這段變短了 嗯哼 那你變說你要變拉筋 那你知道拉筋是很痛 就是很緩慢的 嗯哼 它肌已經習慣這麼短了 嗯哼 那你如果再這樣它只會越來越緊縮而已 嗯哼 那緊縮的話照著它喉嚨壓迫 所以你說它會有怎樣 其實它這個是 我們覺得它那個頭都很高 那我就把它墊高 再墊高再墊高 那慢慢的 它那個肌肉就要越來越緊繃了 嗯哼 所以我們現在感覺它有比較泛軟有沒有 就希望說 它的頭就不要再幫它墊那麼高 嗯哼 所以我跟那個小琪有沒有 為什麼說 感覺它是OK 比較OK 就希望它不能低一點 嗯哼 不然你等於是 家媽媽明明可以放下來 你因為感覺它 好像 好像這麼高 你就把它墊得 又更高又更高 然後就把它強迫它變一個蝦米 嗯哼 對 其實有時候我們人就是要有一點 有點看心力 嗯 這個看心力不是有時候不是那麼舒服 我們當然 不能說因為要舒服就要舒服 然後完全就不理它了 嗯哼 對 因為你完全舒服以後 到最後反而是不舒服 嗯哼 然後要揉這裡 因為這邊有我們的頸 那個頸動脈 還有迷走神經 嗯哼 所以揉這邊要 要很輕 嗯哼 那太重的話甚至會昏迷 嗯哼 這邊有頸動脈 還有迷走神經 嗯哼 所以如果真的要揉這裡 要很輕輕鬆 不能有太大壓力 這個就要長頸 所以這邊如果緊繃的話 就比較不好處 因為它下面有那個 有一些神經啊 跟血管 你摸起來是不是很硬 這邊都鼓起來一塊啦 我看到了 這邊一塊有沒有 嗯 這個肌肉 這一塊 這鼓起來這一塊就是緊縮的意思是嗎 對 就跟我們看到它腿部 它大腿是一塊很硬的筋一樣 這一條 對 這一條繃得很緊 嗯哼 可是大腿還可以盡量去搓揉 可是這邊不能經歷 因為它會缺氧 或是說造成它那個神經的那個休克 是 像有些人一掐這邊它就會昏迷有沒有 嗯哼 所以這邊就只能很輕柔去揉 嗯哼 然後能夠做就是說 其實就是做一個運動 那這運動怎麼樣 它放鬆的時候 它又有一個重力 就地心引力有沒有 嗯哼 那它頭盡量的 就像那天 我把它放比較輕鬆 嗯哼 然後讓它慢慢的 頭就慢慢自然慢慢往下摧 其實它現在又比較 又有點軟一點 嗯哼 因為我那時候 帶它去做SPA的時候啊 它本來頭是翹得很高 對 可是我 我就讓它躺著 然後慢慢地誘導它 對 它到最後它就頭就下去了 對 然後它就可以整個人這樣 很很輕鬆地躺在 平平的 平的 平的躺著 不像現在 現在它這個頭是翹高的 可是那時候 它翹高很多人就說 對 你翹高我就把你頂高 你翹高我再把你頂高 嗯哼 那這樣反而迫使它 其實家媽媽 你甚至不如它啦 嗯哼 因為它地心引力 就一個重量 一直會把它拉開 嗯哼 其實家媽媽要回復 你就是陽躺 平常陽躺的時候對不對 嗯哼 然後就是 當然你不要說 一直讓它翹太高 那這樣也會不錯 我就說 這個也要配合 你每天來 你觀察它 大概搖幾圈 嗯哼 平常陽躺搖幾圈 那你就是比那個圈數有沒有 哦 一次可能少十分之一 沒有沒有 他們養起來是給它吃飯 他平常沒有給它養起來 應該是沒有我覺得 對 你要坐到幾點 嗯哼 大概大概十分鐘就好了 可以嗎 怎麼啦 這十分鐘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做做活動 那你做活動就這樣 對 你時間到就好 然後你早上喔 也不要太早 你早上做八點多就來 對 我只是來 你整個時候我們的那個揮進來 你這樣子亂 那我們的那個 心度裡面 都會想跑得更多 不是 我是希望它八點半就這樣 要這樣 只有你一個人這樣 別人不會這樣 是 你來到你又 你又要叫他做什麼 叫他做什麼 這樣子 他的秩序就給你 哦這樣 好 好那我下次就不說了 我只是希望說來到的時候呢 他是已經吃好飯了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來這個做這個 你來的時候 你本來說九點到十點嘛 對 但是他八點半要吃飯 八點多我們先給他吃嘛 對 就是第一個給他吃嘛 是 對啊 然後因為早上很忙嘛 早上要做很多事情 是 對啊 那我來的時候我就 什麼事情都不叫他 其實我今天也沒叫他什麼啊 因為我來到的時候 我媽媽的衣服是濕的 他常常都會脫啊 對 那那 早上他還沒換啊 因為一個一個住啊 對 那我是希望說 第一個吃啊 早一點吃啊 早一點吃啊 因為怎麼講 敵人的也是爸爸媽媽 對 但是他們沒有請人家來幫忙 那反正你第一個吃 是誰第一個吃 對 對大家沒有什麼影響啊 我的想法是 我媽媽第一個吃 會愛照誰了嗎 應該沒有吧 現在就是盡量嘛 對啊 他們就是有排好嘛 對 怎麼做 怎麼做 對 早上怎樣 早上要做清潔 就是要 要洗澡 要 其他要清 要清點 那還要清飯啊 還要清潔啊 對啊 所以早上會有 我記得我 我沒有請他們做什麼啊 就是 就是兩件事 一件事情就是 我就看著他們給他吃飯 第二個 就是衣服濕了 我請他們換一下衣服 對 我想這個應該 是很合理的一個要求 嗯 是 你明白 人物 很好 是 要怎麼做